欢迎大家收听小李飞到 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到 所有大节日都是冬天时发生的呢? 11月美国有聖诞节 12月有圣诞节 元旦 接着当然是1月1日新年 适逢2月是情人节 我们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放闪的机会 首先让我讲一下情人节的文化 其实本身如果我不做研究 都不知道原来大家自己的知识是这么少的 2月14日其实是西方情人节 英文叫做Saint Downtimes Day 其实有很多古罗马情人节的起源说法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我就不在这里讲这么多 因为是很多不同的起源的故事 下午十万字 因为其实讲完我自己都不太明白他讲什么 这个是重点 这个是重点 这时候呢 就是现在的情人节 就是可能说的是 就是比较近代的情人节 其实是超级商业化的 就是怎么这么说呢 其实情人节通常都是 约一下吃饭 拍拖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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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在外媧的人呢 當然要把握這個機會 正所謂要把握這個 可不可以發展的時刻 和自己心儀的男生 或者心儀的女生 看看有沒有這個發展的空間 而且這個不同的品牌 都會利用這個情人節 去促銷它的特別版 什麼情人節禮物呢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廣告 什麼情人節版本的朱古力 花啊 首飾啊 例如Pandora Tiffany那些 阿下山 不知道多少字 除了逛街吃飯 其實原來有些國家 是反這個情人節 你猜不猜到 有哪幾個國家 如果你 情人節的西方 基本上都是中東 反對的 保守一點 就是沙地阿拉伯 但是我最猜不到 原來馬來西亞 都是有這個禁令的 原來他們 有些官 就是說他們是官 他們是伊斯蘭教的官 他們在2005年的時候 就簽了禁止 Mislem 慶祝這個情人節的禁令 理由 理由是 因為他說 情人節有可能會發生 引發 這個婚前性行為的邪惡活動 但是 沒有的 因為始終其實他們 宗教的影響 你說中東的地方 其實可能他們都是 Muslim比較多 或者伊斯蘭教 他們那個信仰 或者他們的文化 都有影響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是 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當然是個個都反 但是馬來西亞 可能是 在他們眼中 是一個很正常 不過的事 如果你說是 因為宗教問題 除了馬來西亞之外 還有伊朗 是禁止情人節 還有印度 都是禁止情人節 這個我是想不到 因為其實 印度 我覺得是 雖然他們都是 有些宗教的 很多人都有宗教背景 但是我沒有想過 他們會是 有禁止情人節的國家 就是他們都是 好像 南韓、北韓 他們分開 北邊的印度 和南邊的印度 但是我就沒有想過 他們會禁止情人節 或者 但是 你搜尋的時候 有沒有看 整個印度 騙徒都會禁止 還是 都是可能 分 這一區 可能比較西化一點 就是 現在大家知道 印度版 荷里活 其實他們都有一堆 是很西化影響的地區 那 有沒有很特別說 整個印度 還是 基本上 我們不慶祝的 那也沒有 因為他們寫在印度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很多資料 我已經是比較簡化了 只是 我講的那些國家 哪些國家是反這個情人節 我只看到有這幾個國家 我又沒有很深入去研究 不過是 一個 我覺得很興奮的 題目 我可以問問我的同事 因為我有一些同事 都是 印度過來 我又可以問問他們 因為其實 我覺得印度 是很多 很神秘的國家 是很神秘的 還有我想我這一生人 我都不會夠膽去的國家 先慢一點 我們今集 講甜蜜的情人節 你不要講反 先回來 先回來 是 除了2月14日 就是西方情人節 那你有沒有聽過 這個元宵佳節呢? 就是相傳的牛郎積女 是 其實這個元宵佳節 就叫做元宵節 起源於中國 就是 傳統上 因為其實 他沒有很特定地告訴你 是幾多月幾多號 其實他有講過 其實在農曆新年的最後一天 就是正月十五 就是這個元宵佳節 特麗士那天 這個我又是不知道的 完全沒有印象 很明顯 很明顯 我是沒有聽書的 根據網上資料 就在古代的時候 那些大戶人家的小姐 他們不可以 就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就是說 我們出去玩 不可以隨便出門頭的 但是他們通常 都是在元宵節 前後三天 他們才可以說 可以約一些朋友出去 或者是 就是要一些妹仔跟著他們出去 那就最主要都是去 看一下花燈 就是猜一下燈迷 那些 那些男生呢 就是那些 可能那些 副家子弟 以前古代的副家子弟 就是他們會見到自己喜歡的姑娘 那他呢 就會請人上門去提親 那這個我又是不明白 就是你 就是你 你見到那個人很開心 你又沒有跟他玩過 就是你沒有很深入了解 但是你 對 上門提親 就是這些古代的東西呢 我們很難明白 但是你反過來 就是以現代的去看 其實這件事情 有些像現在那些人的 上門提親 就是你去吃一頓飯 就是電影上門提親 你吃一頓飯 然後三分鐘就換 三分鐘就換 那其實他現在去這個 但是你不會突然來上門提親 都很奇怪 不過可能古代的時候 是很正常不國的事情 就是古代版的Speed Dating 可能就是 好啦 你們去猜燈迷 這樣 那根據這個網上資料就說 所以這個元宵節呢 其實造就了不少的姻緣 就是可以成到親的姻緣 但是 都是whatever 就是我整件事情 我覺得很不合理 但是呢 到現在 就是香港 我們這一輩 年輕的一輩 那些情侶 其實比較重視2月14日的西方情人節 就是如果現在說元宵節呢 通常都是不及這個情人節 就是西方情人節 受歡迎 或者是重視 嗯 就是很明顯我們都不太清楚 他們背後原來元宵節是中國的情人節 不 以前常識和有學的 但我覺得 香港始終 就是你 很多資訊去不同的網頁啊 電視啊 或者其實 像你之前說的 就是情人節 現在變成一個其實很 commercial 的一件事 變成大家接觸到 樂重廣告的 就是2月14日的情人節 而不是元宵 因為其實元宵你扔著新年 那你的廣告就是 是 樂團聯犯 然後初二三 那其實 你就會沒有了之後 就是可能現在的人經常說 懷舊一下 以前以前 這樣就可能 嗯 就是出來說回 但我自己 對於元宵啊 七夕啊 這些 的knowledge 只是因為以前 上色課 對 上學的時候 中國節日 和西方節日 然後我最懵惰自己 你最討厭的 就是 我永遠背那些字 因為我們是要背的 那時候 就是考試 然後你記住 8月15日中秋節 就要做些什麼 什麼時候就是端午節 重養節 就是我們要記這些 然後呢 我是經常把這個 元宵節和 中秋節會撈亂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 都是燈 不是 他們兩個都是燈迷 還有燈迷 是 然後牛郎與積女的故事呢 我就會把上鵝 和肉套撈亂 我是用了很多時間 是兩樣的 但是都是那個 我打算月亮 然後積女我就會 和上鵝撈亂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要用很多時間去搞清 七夕元宵和中秋節 好 好 我們回來 我們不要去 不要去 真的 說真的 No more education please 在這個時候 OK 如果你說完宵節 你記不記得以前香港 就是我以前香港的時候 我是住美股的 我們很大的屋園 就是有些區議員 那些 他們會有一些 寫著 原宵節燈晚會 原宵節燈晚會 有些文章 寫出來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是住美股 就是在這個 荔枝角公園旁邊的 那你記不記得 荔枝角公園其實在哪裏 我沒有去過 但是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三色台 整天拍古裝片 那些 就是 寸崩那些 公心計 然後後面有個 吊臂機那些 是的 因為我以前 就是住在隔壁 就是我們那一棟樓的隔壁 所以 以前小時候 爸爸就會帶我們去荔枝角公園 去看花燈會 我以前沒有去過 因為你不是住九龍 所以 如果你 你沒有理由特地 你是住沙田 就是你沒有理由 特地過來美股 其實是可以去去 很適合 不過我覺得 因為裏面 你也會說 TBB 他們經常 可能 他們古裝器 就會過來取景 因為它裏面 那些 設計 整個花園 整個公園 其實是 很古色古香的 所以 當它有這個 就是猜燈迷 有些 燈籠那些 其實是非常有感覺 因為他們通常都是晚上的 嗯 那它非常有感覺 那它除了 有花燈 有猜燈迷 其實這個我都不懂得玩的 就是我爸爸會很 我爸爸會很懂得玩 這個答案就是什麼什麼 因為其實當時 其實我都很小 那爸爸說什麼 就說什麼 就是它會有個答案在後面 但是它有些前面 不是有床字 那你就要猜 但是這個我都不懂 它是很古色的 就是我 我家裡 就是我那個屋苑 它都有搞這些活動的 這些大時大節 但是它就 因為新年 我們屋苑會聘那些 團過來 就是舞師 表演 它是很大型的 一個show 有些攤位 那些玩的 是 新年它用了 新年那筆 那就不會搞元宵的 但是我們的猜燈迷 就變成了 我confused的 中秋節 那它就是燈籠 然後下面掛東西 但是我記得 學校都有做過這件事情 就是你答對 就是extracredit那些 但是 學校的題目 就當然是 沒有那麼古色古香 就是完全古文那些 是呀 因為它們真的有個燈籠 掛在那些涼亭上面 真的好像以前 人家猜燈迷 我覺得整件事很搞笑 不過 都是那句 我不太懂得玩這個遊戲 還有不太明白 它的中文是說什麼 是呀 我覺得它是 好像文言文 難過IQ題 是呀 那除了這個猜燈迷之外 原來元宵節 可能在圍村那裡 那些家庭的傳統雜族 原來是要吃湯圓和祭祖 這些我也是不知道 吃湯圓我知道 但是祭祖是 就是 它自己的祖先 還是它自己的祖先 自己祖先 即它根據這個網上招 祭祖就是祭祖自己的祖先 即它們會 因為其實是 扔著新年的 是呀 那它就 可能如意是 新一年 我們要 開開心心 這樣 類似這樣 不是那些初一、二已經拜完 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是拜神 所以 其實你很多祭祖的東西 很多規矩 或者是不同的村 那些 又有不同的習俗 所以這些人 可能要學民族學的 才會知道分別在哪裏 可能我們會說 你又祭祖? 祭什麼? 那樣 那好吧 講回二月十四 因為二月十四和三月十四 相差一個月 那你又知不知其實這兩個的分別是什麼呢? 白色情人節 我知道三月那個 就是 公禮、回禮 那些 是的 那這個三月十四日 通常那些人都會叫白色情人節 那 源於日本的 這個 我為什麼知道呢?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看 就是小丸子 和百變小英 就是我會有聽過 三月十四日就是白色情人節 那通常就是 那個女生在情人節 就是二月十四日 送了禮物給她一個 很心儀的對象 那 到三月十四日的時候 那個男生或者女生 就會 就是回禮 告訴對方 好啦 其實我也喜歡你的 就是兩次回禮 一個月 是的 他都要想的 他都要心思熟慮的想一下 那通常都是 回禮都是回一些 巧克力 就是白色巧克力 和白色的棉花糖 那些 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二十四日 是送了巧克力給別人 之後別人又給你 都很拿來搞的 其實 但是呢 你說說有 所謂的正一的情人節 二十四 和三月的白色情人節 我想說其實 一年每一個月的十四 都是有一個特別顏色的情人節 因為我曾經 遇上過一個 公主病的人 那他就 就是他會很欠握每樣東西 但是其實我想說 有些顏色的情人節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就是譬如說 一月的呢 就是叫做日記情人節 那就是你 兩個人 沒有聽過 一起去度過 那你就去過心願 那就是希望兩個人 攜手 就是走過 來近這一年 可以有美好的回憶 這樣 那二月三月阿晶說過 然後四月呢 就是叫做黑色情人節 就是為了那些所謂的單身狗 沒有情人 就是過往二月和三月 你都收不到任何禮物 你都沒有心願對外送 那四月呢 這一班失落的人呢 就可以大家圍爐 去鼓勵大家 去鼓勵對方大家 那他們說 他放得來也挺甜蜜的 是嗎 那他就說 這個黑色情人節呢 就會大家要全黑 就是黑色衫褲 吃黑色東西 嗯 喝苦的咖啡等等 那就是他 挺搞的 然後五月呢 就是叫做 黃色情人節 那就是 因為五月除了是母親節呢 那這個五月的意思 就只不過他跟人說 他說 這一天呢 穿黃色呀 吃黃色的東西呢 就是告訴大家 I'm available 因為他說五月 對 他說五月呢 就是玫瑰 就是開始發芽的日子 那 所以很多人呢 就會選擇去郊遊 去什麼 所以就會叫黃色 和玫瑰痴人節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完全搞不得八的 就是純粹 不是啦 我呀 完全不行 然後到六月呢 就叫做 Kiss Day 因為很多人呢 就想六月去結婚 可能天氣好 各樣東西 所以很多人呢 就會覺得六月十四日很重要 純粹就是因為覺得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你強行安一天下去 就是我只知道六月是叫做 Kiss Day 人類 人類真的很奇怪 是嗎 因為我記得 當日他們兩個沒有辦法見面 然後他們罵那天 你今天Kiss Day沒有Kiss我 但明明其實每天 就算見不到面 電話都要Kiss他 所以這個Kiss Day 情人節我也記得 然後七月呢 就叫做銀色情人節 嗯 那就是大家可以送一些 銀製的禮物呀 飾品呀 那些這樣 那其實你就是叫人結帳 就是送的東西 然後 給他一元 就是銀 然後八月呢 就是綠色情人節 然後九月呢 就叫做音樂情人節 嗯 十月呢就是葡萄情人節 就是 wine day 就是葡萄酒 嗯 十一月呢就是 orange movie day 然後十二月呢就是hug day 就是擁抱那樣 那我覺得其實 除了二三四呢 之後那些其實沒什麼意思 強行來 都說人類是很奇怪的生物來的 是啊 就是現在也是的 隔了每一天 今天是national pizza day 那些呢 是啊 是啊 我有個朋友很好笑的 他真的會 每一個很特別的 什麼什麼日子呢 他真的會 他真的會 上他的Instagram 一個故事 today is what day 那樣 搞笑 很搞笑 所以我是清楚 那天是什麼日子 那樣 有些是National 什麼shampoo day National Donut day 那些 那些很多其實也是 技術 沒有知道由來的 但是是技術 是啊 那講了這麼多網上資料 那不如我們share一下 我們自己親身經歷 就是你第一次過的情人節 有什麼經歷呢 就是可能是不開心的經歷 或者可能是很欺負的經歷 有什麼經歷 有什麼經歷 你可以share呢 你說第一次過的病 而是 就是真的in relationship 過的還是 第一次有記憶的情人節經歷 嗯 我想你可以share一下 就是可能你有什麼經歷 就是不一定是in a relationship 就是可能 有人向你表白 或者你向人們表白 那些呢 有沒有試過呢 有沒有這麼大膽 印象中 因為其實呢 我有個表妹 她是exactly情人節生日的 嗯 那時候小時候 就是情人節會跟她 就是生日會啊 或者跟她share out啊 去那裡過夜啊 那些東西 嗯 那到 就是只知道她生日是情人節 但是小時候在哪裡吃呢 那去到 小學 好像五六年級 那學校呢 就是同學 就是大家開始青春旗 都知道多少 大家可以出去說 五六年級就很喜歡 哎呀 誰喜歡誰啊 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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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眼中總會覺得 男女班長是一定要一對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我這個不認同的 因為我以前也是班長 我另外一個partner 就是我們是兩個女班長來的 所以我這個是不認同的 因為我們基本上 就是我們正副班長 正班長呢 是一定一男一女的 就是為了要處理男子和女子 可能有時候有些爭執 那是一定這樣的 那也是六年 全足六年的 那所以我已經 麻木了這件事 那然後是 我記得其中一次情人節 就是中學的時候 有個師兄呢 那情人節走下來 就是放學的時候走下來 然後她就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首歌的時間 然後我心想 就是想做什麼呢 然後她是拿一支結他在唱 周杰倫的一首歌 《吸引我一首歌的時間》 噢! 即是她是追你 是嗎? 即是表白這樣 但其實是 你認不認識她的? 不,我認識她的 即是同校師兄來的 OK 但是你是朋友來的 是嗎? 還是怎樣 Friend 即是聊過一下聊天 但我本身是完全 感受不到她的事情 我也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即是師兄這樣 是呀 因為其實通常 我覺得 即是我自己覺得 你為什麼會表白 就是你都感覺到對方 都可能對你有感覺 你才會去表白 即是你這樣的時候 是隨時Friend都沒得做 是啊 然後事後 即是她的朋友跟我說 即是我問她的朋友 搞什麼 那些 她就是因為她覺得 我沒有任何反應 她感覺不到任何事情 所以她決定要 即是擺明跟你說 我喜歡你 即是怎樣 即是她唱完歌之後 她就真的開始做很多 很明顯追我 最好的事情 但是在這唱歌之前 我是完全 即是我完全感覺不到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她可能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是你 比較遲鈍 即是對這些事情比較遲鈍一點 我對這個事情遲鈍是真的 因為我之後的relationship 即是稍後分享 是真的遲鈍一點的 但是對於這個師兄 我相信是 其實連她身邊的朋友 都不是很理解到 那可能是她的問題 即是說她一個月前 開始找人和她練結他 找人成功 那些人才知道 很奇怪 即是你通常這些事情 如果對方不知道 但是你對方的身邊 或者你自己本人的身邊 就會發覺 對 很奇怪 很奇怪 她好像調轉了 她是表白了 然後才追你 而好像是 追追的 即是曖昧 追 然後表白 然後繼續追 或者是怎樣的 她是 即是我自己覺得 她的時間性 好像有少少搞錯了 不是 最重點是 她是否英俊 她是否英俊 其實是不差的 好的 但是你對她沒有感覺 真的沒有感覺 也完全沒有想過 會和她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重點 就是我所說的 為什麼你會和一個人表白 就是你都感覺到對方 都可能對你有些感覺 你才會表白 否則就像你現在這樣說 什麼了? 這樣 即是我那天這樣 之後她開始追成 我就知道 但是 但是 嘗試過去 就是 You know look at him differently 但是真的沒有 真是好朋友 所以就 沒有 即是沒有一起過 即是 維持著也有聯絡 朋友 但是真的 我不知道她之後怎麼想 但是我擺明 就是 真的不行 沒有啊 她就落了 沒什麼 沒什麼 真的 反正都沒有一起 就是這樣 但是 但是你說之後情人節呢 我還有試過 在這裏美國呢 很搞笑 即是香港 或者in general 的廣告 都告訴大家 情人節是 related to 玫瑰花的 即是 好像玫瑰 即是玫瑰本身 是花月是愛 或者是怎樣 大家覺得情人節 會送玫瑰 但是呢 美國 居然是 康乃興 因為呢 她覺得很奇怪 我第一次 在美國的情人節的時候呢 就是 在斯亞特林 波士頓 在波士頓 在波士頓的 那學校呢 就會 有一些 叫什麼 學生會 即是你每一級 就有個 class precedence 那些 那每個Club呢 想籌補經費的時候呢 就會做過幾月 就找他們買花 是呀 是呀 你除了買花 除了買花 除了買花 我們那時候是 買朱古力 那你就可以買個朱古力 之後你就寫對方的 home room number 是呀 和他的名字 那其實 其實我又覺得 這裏美國呢 它就很 很隨便的 你可以買給你的朋友 即是可能 我整個女生 group的 那我就可以買給 這麼多個女生 這樣 可以買曲奇 又可以買朱古力 這樣 每個Club都銷售不同的東西 是呀 有花、朱古力、熊仔 什麼鬼都好 總之有很多東西銷售的 這樣就送到home room 但是我是人生第一次 嗯 接觸到 梅 不是玫瑰 康乃興 是情人節送的 我那時候心想 我是你老母 我心想 為什麼呢 然後我問 其他人 我說你們情人節不是送花 是送這些 然後他們就說 那你學校它本身又不主張 談戀愛 或者怎樣 但是大家有這個 啊?在美國? come on 但是你學校一定不會明白 你們拍拖 你始終 學校 不成問題 你們一起 或者所謂puppie love 那些 但是 就是high school sweet heart 但是他不會去鼓勵 oh my god you guys are so cute together 這樣 你們簽了 對喔 我那時候 high school 不是 middle school 都已經是 連個老師都知道 就是我們那個home room 其中那兩個已經是 公認的一對 就是他們是會 一起拖著手 進班房那些來 我又 就是我身邊呢 那些人是很 open minded的 但是我學校是會叫你分開的 就是 你們 就是學校知道你是一齊一回事 但是在校內 你們是不可以有情侶的行為 是嗎? 那我真的不懂 就是你在hallway 你拖手啊 或者怎樣 就是你一起走 他知道你couple ok 但是如果你是拖手走 他會叫你要hands off 就是 大家朋友見到黑客是ok的 但是你情侶那種很緊的hook 或者石是不ok的 那我學校有 經常都有一些人的 就是你收起來看不到一回事 但是如果老師看到他們 是會出聲說 hey this is school 就是我們學校本身他們只是這樣 所以我問他們 就會說 我想他們純粹不猜出 你學校做這件事而已 但是本身都是玫瑰花 那些那些 但是也是的 就是學校裡面 變學 不是只是說 你暗戀你要是愛的對象 而是 就是普通朋友大家都會 即使我 即使我的cousins也有說 就算他們是kindergarten啊 或者他們是pre school的太小 即kindergarten啊 或者middle school elementary school都會 那些家長都會準備 一份小禮物 可能只是心意卡 有個心心在那裡 或者送幾顆kisses 這樣就 即大家分 即每個都會happy valentine 然後就是love你的名字 那些 但是這個文法是 這邊會從小到大都會 反而香港 因為它是 我覺得香港的情人誌是 highly associate with 真的是情外 所以是 雖然是很common 但是不是所有age group都很common 嗯 不過你說開可能 心意卡啊 紫仔那些呢 其實這一個 我都有 我都有 被人表白過 其實那時候呢 我跟mimi呢 即是 大家都會在我youtube那些片 看到有mimi 即是我們podcast都有mimi 其實呢 我跟他以前都是同學來的 即是他會寫紫仔 即是寫著什麼A班 第二行 最後那個 之後呢 他會寫 怎樣啊 你今天過成怎樣啊 即是寫完這些很無聊的東西 之後呢 就會夾了一些 夾了一支珍寶珠給我 但是你們是不同班的 不同班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呢 我們那些班呢 即是你隔離班 不可以 進來我們的班房 是啊是啊 即是不可以咯 對 之後呢 他就會叫其他同學 你可不可以給miss ellie啊 這樣呢 那他就是寫著 A班 不知道坐第二行 最後那個 這樣 搖了位就糟糕了 那他知道的 即是他經常在玻璃那裡 盯著嘛 即是他一放消息的時候呢 就會看 其實我以前很討厭他 因為我覺得他 即是我也不是一個超級乖的學生 但是我是那些 Sports Team啊 還有我是班長啊 即是我是很多老師都很喜歡那些 懶懶是乖的同學那些 其實暗地裡是很多黑暗片那些 哈哈 但是我是很不喜歡他 因為呢 他是經常會見訓導的那些同學來的 那我就覺得 哇這個人想怎樣啊 即我是很不喜歡他 但是他就不斷煩我 哦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是 我覺得這個人真的很煩很煩 那不如我們講一下 你拍過多少次拖 即是你來到美國了 Long D你有沒有試過呢 或者有沒有跟外國人拍過拖呢 有啊 即是我在香港呢 是沒有公式的拍拖的 即是曖昧 即是曖昧啊 或者純粹是大家 可能走得很近啊 人家覺得在一起 但是我們知道不是啊 即是那些 總之反正香港就是沒有公式的relative 那來到之後呢 我在西雅圖是有的 即是有跟一個白的一齊 然後呢 也有試過一個是 墨西哥 應該是墨西哥的 嗯 他是墨西哥混白的 但是那個呢 就不是 不是公式的 即是那個純粹就好像 have a thing 這樣 但是很快地呢 我就已經覺得 嗯 嗯 It's not gonna happen 這樣啦 那就是白的那個呢 就是 即是公式的 這樣啦 嗯 那最後就 即是都分開了啦 然後之後我就 你 所以你們是長一點的嗎 即是你已經搬了來波士頓 不是 分開了的了 我才來的 OK 就是在西雅圖 發生西雅圓結這樣 那我就 過到來 那跟著就 嗯 有過 兩個 那些 have a thing 的人 那跟著就 就是無疾而終的那些 那到真是 公式的呢 在這邊是 兩次 哦 其實你都拍了很多次 即是我以為我自己都 三次咯 但你很多都是have a thing 那些嘛 那你have a thing 其實只不過是你中間那一小時 大家 所謂 曖昧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不是 即是沒有發生過 即是其實好像就是 所謂dating文化 和拍拖文化 即是譬如 我有一一次 我很記得就是 即這裡的人說dating 其實純粹是 I have a date 但是date不代表是你 拍拖對象來的嘛 純粹是你兩個人出去 的dating 那你都很容易有些 have a thing 因為我是那些 我是很看不起那些 那些很幽默的男生 即是我身邊 以前high school的時候 都有很多 即他們會好像 襪蜜蜂那樣 即在旁邊呢 又撐一下你呀 即是懶是 oh look at me 那些呢 我是覺得很煩很煩 那你有沒有說到 我很抱歉 那我這邊have a thing 都是一個 因為其實 所謂have a thing 那些人其實可能是 你講的可能 那兩三個月 可能大家聊得更多的 即大家可能 走得更多的 聊得更多的 了解過了 但原來我是不可以下一步的 那你step back 做回朋友 這樣就完結了這件事 又不會說中間 又不可以發生的 純粹可能我約出來玩多些 去做事 那些 但是又不會說 有下一步 所以你說 是不是拍過很多次 拖呢 三次 即現在認識的 即他是第三個 那 我又不覺得 是 我又想起 你的imaginary boyfriend 即他永遠都不出鏡 是呀 因為我認識你這麼久 我是未見過他出現 即可能想 我就見過一次 即我就 嘩 他呀 他的男生 是有腳的 他真的存在 他有下巴的 這樣 這個是我們之間 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 我比較 即外向一些 即我會 我會 跟社交出來 他就比較 內向一些 所以 其實你 你都見過mimi 這麼多次 他是 他是很喜歡 黏著我 你明不明白 那樣東西 你第一次跟我說 我是反白眼鏡 我立刻想 嗯 幸好我那個不是這樣 即是你跟我說 他的 黏前前度 是 程度 是說到你是 不可以 girls night 這樣 sleep over 或者你是不可以 跟你的girlfriend 自己出去 一個weekend 是 是 所以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youtube頻道那些片 是永遠都會在旁邊 還有我記得有一次 不好意思 Mimi 真的很低能 我和你倆約了去買菜 是買菜 還有去Outlet買些東西 然後他會怨 是 上次我們去 Caya 我就約miss ellen 因為這樣我們兩個都不用上班了 那天 然後我就去 Visseli 那附近 就買菜 我就說 喂我買東西 你知道有什麼要做嗎 他說沒有啊 然後我就去Computer去Outlet 逛逛逛 這樣很正常 兩個女孩子 比較輕的 然後就是 下個星期 就是我們去Kaya 然後呢 咪咪呢 就小聲跟我說 不是小聲 她還要是那些扭計 那些 她說 喂呀 你們不要再約 星期五下午去玩 行不行啊 沒有我也想去啊 我很想去啊 你扔下我 這樣 然後我立刻心想 我說 你和阿神沒用的 找回你老婆 哈哈哈哈哈哈 她是真的會在那裡冤枉 這樣 然後我說 但是呢 Sella有沒有跟你說 我們有想過 我們兩個 遲些會去 地士尼 去日本玩 我們兩個想自己 地士尼很少女心地去 然後她是真的在我面前扁罪 然後她就 她說 那我怎麼辦啊 這樣 我說 那你不是boys night 找你的朋友玩幾晚 放假 她說 最多是這樣 這樣啊 我十尺遠跟著你們去 我不阻礙你們 我這個不知道 這個我又不知道 我知道她又說 我又想去 但我沒有想過 什麼十尺遠啊 她說 你們去玩 但我跟著 她是這樣的 像小朋友那些 刺手指那些 最多我不吵著你 那些 但她這些是沒有跟我說 是跟你說 她會 她會懂得 朋友入手 哈哈哈哈 我覺得很好笑 很好笑 很好笑 所以 不過其實 她 她那個人 沒有什麼的 她是比較 其實她 在私底下 她是一個很搞笑的人 她是經常做一些很無聊的事 但我會覺得很好笑 可能別人會覺得低冷 但我覺得很好笑 所以就是 其實我們兩個一起了 先 我們一起了八年了 嗯嗯 八年了 所以 從小時候真的很討厭她 之後去到真的 她過來了 美國了 即是居住了 那時候真的覺得 嘩這個人 為什麼我可以頂得去神呢 但是 其實你們是經歷過長一點的 這個東西我是 是啊 我的 現在香港人不是很流行的 如果你是住 可能你住 沙田大埔那些 如果你另一半是住的 什麼元朗團圓那些 就是 可以飛一圈台灣來回 是啊 香港認識 那我自己 就是有試過的 就是我跟現在 現在認識 就是我之前讀大學 就是 來波士頓遠一點的地方 就是麻省的比較遠 那我是住宿舍 都沒有經常回來 那我們兩個之間 經歷過所謂的 其實就是 我大學時期 那四年 但是好像 你 你真的 完全是長一點 是香港與美國 其實是 是怎樣的呢 人家看就會覺得 很驚訝 就是 因為其實你長一點 都是靠 就是講個順子 就是可能 我們那個年代 已經是很好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已經有iPhone 就是你可以 Facetime 還有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兩個 都是讀大學 他在香港讀大學的時候 其實他是讀電影的 他讀電影 就是日夜顛倒 其實跟我們美國 是沒有時差的 還有他也是兼職 在蘭桂坊 做Bartender 其實是沒有時差的 可能他下班的時候 我剛剛放學 你做這件事挺好的 因為其實 對 長一點都看你什麼地方 但是你香港和美國 特別波線 是 差不多12個小時 時差 對 還有我們那個時候大學 我們有做美國代購的 就是那個時候剛剛開始有Instagram 這件事 我們是有做美國代購 所以我們的溝通 是 都很多的 就是每一天 你可以說是 我們是可以 因為我那時候有iPad 就是我會 長開這個Facetime 就算我不是在家 我都會開了Facetime 就是這樣等他 放工或者放學回家 都會看到 那個iPad都還在開著 這樣 就是這些所謂很甜蜜的東西 我又沒有過 就是我又其實 挺理性的 我知道幾分人 就是我們沒有說 就是有些人 不是長一點 但是都好像 開著Facetime 一起溫住 是啊 我們會 不是說話的 但是大家好像 看著鏡頭看見到他 那些 但是 我是 我不受的 不是 因為其實 他是連 就是上學校 連他的阿Sir都見過我 就是他會上學校 都會開著Facetime 就是他的同學 會跟我說 嗨 那些 但是我是在溫暖書 那些 那反過來看 其實也很可笑 他就是要那些 跟全世界 去 宣布 他已經是擁有的 而不是長一點 就監視你 那些 那些 真的 是啊 因為其實 都是 講了信誌 還有你 對這個人有沒有安全感 我覺得整件事情 是 怎麼有安全感啊 大哥 只是不跟他逛街 他經常在那裡 找到手指 哦 你不要丟下我 你們這樣 是啊 是這樣去買菜 都是這樣 那 那 我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第一次收花 就是你剛才也有說過 你學校收花 那你覺得 你啊 就是你自己 你覺得你是 喜不喜歡收花呢 或者你會覺得是很浪費的 就是成相提 我相對其實 比較理性一點的 在感情上 那 那 收花是會喜歡的 但是呢 我會 就是 我不 很期待 或者 很必須 要收花 就是不會說 你大時大節 不送花給我 你死定了 你想哄我 你送花回來先 就是 花對我來說 是 它真的會死的 就是我 因為我會覺得 OK 那個時刻的花很漂亮 但是之後它會死 我會不會想扔掉它 所以其實 就是 它們知道 那它可能是送那些 絲花 或者那些所謂的假花 那些 就是可以放出來 那些 盆栽 就是 反正就不是真花 就是它想送的 它也是送一些 可以給我在家裡 顯示的 放在那裡的花 嗯 就是我是 但是 但是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 你很怕那些花會借 就是你可能想 還有一些 還有現在很不等花 就是 送就送一些食物吧 如果你是送 你用幾百元去買 買 買一百 買九十九堆玫瑰 嗯 那你不如你 就是我不是要截演 但是你不如用這塊錢 或者怎樣你做其他 有心思一點的東西 就是我雖然說 是我相對理性 但是我都 很著重儀式感的 嗯 我也有跟她說 其實呢 你可以省下 任何真花你省下 或者你可能 等你 結婚的時候 可能那個花是真花 可能你求婚那一刻 你會送一束花給我 那那個是真花 沒有問題的 因為 我 現實 但是我需要儀式感 那一刻你收真花 OK的 你留下那天才送真花 但是 其他的日子 嗯 那情人節呢 情人節他有沒有送 送花給你呢 還是送 寶貝給你呢 他知道嘛 就是他知道我不會喜歡真花 他就很常說 他是會送一些 可以放假花 或者他送很多東西 送其他東西 或者他會做其他東西 但是 我們又沒有很被情人節這個商業影響的 就是可能就是普通地去吃一頓飯 但是也不會故意去 去 多給三百塊 就是為了吃他 割出來的那個心形牛扒 就是我們都是很 很普通地去吃一頓飯 但是 如果普通情人節是週日 大家沒有時間 我們又不會故意去就 一定要正經去吃飯 就是我們覺得很貴的 是啊 就是我們是 不會在意這些東西 就是反而是 會更加著重生日 就是 關我們事的事情 就是老實講 是關我們鬼事嗎 說真的 你真是幸運 就是你現在 可能只是拍拖的anniversary 就是到你真是結婚 那一刻就是很多anniversary 你看 就是什麼 拍拖了多久 又是anniversary 訂婚日也是anniversary 就是你結婚那一天 簽子那一天的anniversary 又是 又是收禮物 我是會在等收禮物 那 我又沒有去到結婚這個階段 那 再看啦 快的啦 再看啦 我覺得 收花其實女生是會開心的 但是也好看那個男生呢 肯不肯花心思 就是在你身上 就是除了送花之外 你不會只是送一束花的嘛 就是可能送其他東西 那就看一下他 肯花多少心思 就是留意是個心思 而不是個金錢 我覺得是 都對的 就是我 譯多一句啦 我們不會很特地去想 情人節要送什麼呢 因為我們真的 真的不關你的事 因為你慶祝什麼 就是有什麼 要去慶祝 但是反而是可能 平日日常生日 他可能跟我說我什麼需要 或者他知道我什麼需要 那他會去安排啊 或者就是 日常的事情 或者很行的嘛 那些人經常都會說 什麼情人節啊 對的 日都情人節啦 就是我不是完全 受落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是apply 在我現在的這段關係 就是說 我們沒有去特別要去慶祝這個 這個不關我們事的之一 就是可能 那一天大家都會說 哦 就是 Happy Valentine's Day 一些這樣的事情 但是 或者可能 附近幾天 找人吃飯 就是所謂 啊 慶祝啦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只不過是找個藉口出來吃一頓飯 而不是真的去慶祝這些事情 其實大家聽完這一集之後 就會覺得 哇原來Miselle和Miselle 是兩個很不同的女生來的 超級不同的 我不會介意她那天不送任何東西 或者說明 喂這份情人節禮物來的 我不介意了 我都沒有特別去 那我反而是 其實我也覺得 花不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她 情人節呢 她不記得情人節這件事呢 我會介意 所以呢 Miselle也很懂得做的 就是每一年她都不會讓你知道她有什麼計劃 但是到最後她不知道在哪裏呢 就是弄了雜花之後呢 不知道砌了一個 啤啤的樣子出來 你是不知道你在哪裏弄出來的 我不是問她你在哪裏買 什麼買啊 我弄的 我知道砌的 就是這些 心思的東西 是啊 是啊 不過我們就可能是平日 就是我們比較平淡一點 所有東西 就是可能是 比較注重平日一點 我需要什麼她會去幫忙啊 或者她會安排啊 某樣東西 而不一定單單只是情人節 因為我其實 我們大家覺得 那你何必只要2月14日那天 才為對方做某些事情 就是其實你throughout the year 是 應該更加關心對方 而不只是那一天 嗯 是的 所以但是呢 這件事 就是你說我們聽眾說 我們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對於這個 非常非常 這個看法 但是反過來就是 當一些我 就是雖然是這樣 我儀式很重的嘛 譬如說生日和anniversary 我會 就是 體重 那有時候我就會 就是 害怕她忘記這樣看啊 她 喂anniversary 那些東西 或者 下個月有沒有做啊 那些這樣 那如果她沒有表示呢 那我就會 我會問 就是我會說 anniversary war 那些那些 那這個moment呢 她就說你不要說女 然後我就會拿 情人節出來 就是大家對方生日啦 還有我們的anniversary 那其他東西就其實 嗯 沒有什麼特別要慶祝啊 純粹大家可能是 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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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你說到 不送花了 就是 成相提 可能有些心思 你會 你會覺得 別人送些什麼 你會最開心 情人節還是 情人節 可能情人節 anniversary 你會 如果你anniversary 可能煮一頓飯給你 你已經很開心 這樣 我是 沒有的 好看當時需要 或者 我當時經歷過些什麼 因為我始終覺得 是 心思 但如果你說 很籠統 你送什麼 任何時候送的東西 我喜歡的東西 其實認識我的朋友 我是 武名的 超級fancy 所以其實 基本上 任何武名的product 你送給我 都會很開心的 嗯 那我知道 送些什麼給你了 你生日的時候 你就是套料 是啊 我幻想的 我是你男朋友 好吧 我應該要買些什麼給他 就是 不可以 不等小孩 又可以 但是他沒有送 任何武名的東西給我 相反地 唉 就是他可能 他知道 日常生活 需要些什麼 或者有些 go through 什麼 他就會在那方面 入手 但是 香港的朋友 他們就會 例如我生日 或者聖誕 他們會送些禮物給我 他們就會找些 武名related的東西 但是當然 他們都知道 我當時 go through 什麼 或者需要些什麼 但是他們就很 因為香港始終對武名的access 比較多 那他們就會 做這個武名供應商 布丁狗 都是啦 就是你在美國 其實我很喜歡布丁狗 和Hello Kitty 就是Hello Kitty 會很多 但是布丁狗 我覺得 沒有什麼 這裏 所以那時候 你如果有些禮物 都是在香港 訪問回來 很可憐 很可憐 所以如果聽眾 你有些 布丁狗 不要的公仔 或者是 布丁狗 的其他 accessory 你歡迎 你可以 供給我 我完全不介意 不要忘記 我的武名 哈哈 那我們 下一題 就是 你收過 最深印象的 最感動的禮物 有沒有印象呢 又沒有很特別 因為其實 我很value 每一次我收到禮物 的moment 或者那個禮物 就是我又沒有 如果你強行說 很深刻印象 我想是他 第一次煮飯給我吃 哈哈 OK 都是 那是最深刻印象 你這個 我沒有問 你記得 要給這集 podcast 給你的現任聽 是不是 還有 她要做些事 感動可能是 我有一次 啊我記得 但這個不是男朋友 是順朋友 我中學的時候 有一期 試過被人跟蹤 很怕 因为我 因为太老近众 我想是了 因为我有一次 我就放学完了 不知道某些club 开会性 那你知道 波士顿冬天夜晚 三点就已经天黑了 那时候可能五六点 都晚的 那我就等巴士回家 那接着我面前 就有辆私家车 经过了 是经过了三次在我面前 OK 为什么我这么深刻印象呢 就是第一次他经过的时候 他是 搅着了个窗 然后是在那里吹口哨的 但是其实美国很多人 这么做的 跟我隔壁有其他人 那我就没有留意了 然后是隔了可能两分钟左右 又是听到这样 那我就抬头望了 那就有了eye content了 所谓 OK 那重点是 就是总之他这样 然后他就 他就不知道第几次 他就只是打四伙登停车 然后他就下来 然后我怕了 那我就立刻走入最近的银行 就站在那个拿窗的secure那个旁边 然后他打算再走过来 然后那个secure sent到 就立刻直接吹走个人 然后事后呢 在Facebook呢 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孩 他message我 因为你Facebook 我们是不用friend request 他去message人 那他就会 Oh I see you today You're so cute 这样 那我心里 好恐怖 然后我心里 都是那些 三个不成七的 那些周围找人 聊天的男孩 那我就没有来到他 然后他就继续在那里 他就继续在那里 他就是说得出我穿什么装 就是他还很specific 他不是 Oh you have You know legging and sneaker today 他是很specific 你今天穿灰色裙 然后穿双不背 就是他连续几日都是这样 然后很害怕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跟朋友聊天 然后他就 你报警避案 整天那些 然后三天之后 我收到一份礼物 他是送了一个 pepper spray 和一把mini军刀 给我旁身 但是那个重点是 那究竟你到最后 那个人还有没有骚扰你呢 我没有理他 我可能头几次 我怕我就 Who are you 那些东西 或者在那一段时间 我就直接 隔了就stop 但是到最后 真的搞不清楚 然后 警方就是 你再是这样 你就可以block 你已经报警 那些东西 那之后我真的要说到 我已经报警了 其实 like they're on you 那些 那之后就没有了 但是那件事是挺害怕的 但是 witches 就有那份 很感动的礼物 就是 那个pepper spray 和那把军刀 我从事业的朋友寄给我的 就是它是用express 那样 立即寄给我的 我突然间觉得 很大压力 不如我们讲 我们最感动的 礼物 你不要在那装 你不要在那装 podcast 然后在那偷 就是怎么说 想着想着 我生日 你不要这样的 很大压力 就是你突然之间 说到那么深刻的 那么恐怖的 经历 我意思是 那你就轻松一点 但是你的深刻和感动 其实我很多 其实我很容易感动的 OK 我会记得的 我很容易的 其实也有一句 最重要是 心思的 因为之前 COVID 我朋友送了 香港那些 好像小巴牌 那些很特别的口罩 我觉得很感动的 其实我也很容易满足 所以每一次 如果他在那里发神经 说港女 然后我就会很怯的 因为 对了 其实这个真的是 闹着我 因为我 你说港女 你回去找个 真是港女的行为 和我比较一下 然后他就 那什么叫真港女 告诉你 然后他就 哎 行了行了 不说了 因为我经常问他 我说 其实你觉得 某些港女 他说 不是 其实你说很多东西 是连 他普通 朋友 就是这里的朋友 ABC也好 白人也好 他都会觉得 他们都觉得 你做的东西是 like you should do more 就是他们说 我应该是 ask more 他说你都没有 对了 对了 因为我也觉得 是这样的 因为好像很basic 我会觉得 完全是 你看我 我跟mimi 常常都 骂公仔的出来 但是 我没有见过 你的想象的男朋友 是的 但是 有时候 我都会跟他说 你会不会出现 他说 不行 所以我说 如果某些情况 我会很期待他出现 或者很想他和我一起去 那我会 我也会 告诉他 我也会 想你 或者怎么样 但是 基本上 我又不会 我反而 我很期待他 不是很痴身 不是痴身 有痴身的好 我也要藉着这个 podcast的节目 要曲线地赞 咪咪的 但是 你也要强调 你需要girls night 是的 因为 其实他是一个 很有心思的男生 我们长期间的时候 我会收到他亲手写的信 你说真的 一个香港的男生 你怎会无端端 寄信给你 还要寄给你 还有这个年代 是很难得 是的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 iPhone那些 还有他那时候 他在香港 读电影的 他们会 懂得自己拍摄 借学校的那些器材 那些 不是的 你可以日子申请的 他是瞒着我 和朋友去 一个地方叫塔门 好像叫 很多牛屎的 很多牛 他是拍片 就是他 是 弄了那些牌 寫着什么 i love you 那些 因为那时候是很喜欢 simple plan 他有一首歌叫 Jack Lad 很明显是我们的Jack Lad 就是我觉得 一要一个男生去主动 自动自觉去做这些 那么深思的事情 就是还要去记住 已经是一个极限了 是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说到最后就是 有没有深思 就是他在深思做一件事 哪怕是很小事 其实我觉得都感动 或者我会喜欢 就是 只要强化了心思 或者是时间 而不是可能 给你100元 你说 哎 你自己选一份聖诞礼物 那现在100元我没有吗 好像 你只想扔100元 在那里洗走我 就是 当然了 可能 遲些结婚了 或者再后一点的时候 你会觉得 不如接演吧 不要烦 但是 总之我现在这个时刻 就是觉得 我是需要深思 你没想着给100元 就像蠔给我 那样 我没有吗 或者是有去银行的密码 就是自己按 你自己按 那 OK 你给我按 可能是你中我 或者怎么样 但是 不是那个心思 就是所谓礼物的意义 那 好了 说到这里 姑且物论 大家觉得 我和Ms.Allie的 所谓爱情官有什么分别 那 就是 臨近情人节 不如大家都留言一下 分享一下你们有什么 要放闪的经历 感动一下 看会不会令到Semi 我可以 分别人感性一点 感到我 你太理性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 不妨在我们的Instagram 或者在我的Facebook page Miri Group 波士顿港女Ms.Allie留言 记得订阅 赞订阅 和分享我的YouTube频道 还要按旁边的小铃 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上架的影片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